所以第一個 爬蟲部分 爬蟲剛剛我剛剛講過啦 反正就改兩個地方 一個網址 一個是編碼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把日期修正 不過日期修正有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修正完之後 如果你再重新下載一個新 因為可能明天又要下載新的匯率了 那你下載 老師 又改回來了 怎麼辦 一樣喔 插入一欄 然後再輸入公式 然後再把它貼回去 那你想說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對 那你不如乾脆怎麼樣 寫個VBA算了 那寫VBA我大概也沒很困難 第一個寫個SUB 這個SUB名稱也許叫修正日期 然後Enter一下 那裡面的話要怎麼寫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一樣的方法 在這個前面的四個字中間加一個斜線 然後這兩個字後面再加一個斜線 那再把尾巴補上 串完的結果再放回來 所以程式如何寫 很簡單 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已經寫好 因為可能時間沒那麼 之前有寫過類似的 我就大概直接看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很重要 我前面講過 然後呢 我自己本身就是這個儲存格 Sales ID的A 欄 等於什麼 你會發現很熟悉 Lapt 把自己再放過來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放過來 取前四個字 串一個end 在mid 把自己再放進來 從第五個取兩個字 然後再串一個斜線 然後在right 把自己放過來取 後面兩個 不就跟剛剛一模一樣嗎 只是放個地方寫而已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串接完的結果 return 所以這個等號後面的話 就是先把它先做完之後 return到你目前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得到的話 就是有斜線的結果 OK 好 那最後再補一行 就是什麼 把A欄呢 自動調整軟圓框一下 因為它可能多一個斜線會比較寬 然後會變成緊字號一堆 所以修正這個錯誤一下 那最後我們乾脆 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修正日期 直接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尾巴 前面可能就加一個call call的話就是呼叫一下 你幫我先下載完之後呢 那順便幫我把它修正一下 這樣不就更美好了 就不用每次都還要再來一次了 我覺得這樣比較可以全部都一氣呵成 所以最後把它再run一下 OK 把它再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這個就修正了 應該沒問題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把這個部分 修正日期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放 你們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第五頁這邊 就這一段一模一樣的程式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錄製美元的這個折線圖 我希望放在這個位置 可能寬有10欄 高10列 那怎麼錄啊 其實前面講過 第一個的話一樣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就開始錄製了 錄製的話就是什麼 美元折線圖 或者折線圖美元 反正都OK 比如美元折線圖 好 那這樣的話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你直接按插入 範圍要不要先選 其實我建議先選起來 OK 因為它不用點 然後什麼選 不用啦 你就先選好 然後直接插入這個折線圖就可以了 折線圖在這裡 好 點它一下之後呢 就完成了 那你說老師 那位置寬跟高怎麼辦 沒關係 位置跟寬跟高 自己補就好了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怎麼補的方法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停止錄製就OK了 所以這邊開發人員停止了 好 已經錄完了 這個先刪掉一下 那如果你要把他放到那邊去的話 放到哪邊呢 放到M1的這個 Lab跟TOP 然後總共10欄 寬、10列高的話 那接下來你就修改一下 美元折線圖的程式就好了 那你把他這個美元折線圖的程式叫出來之後 其實呢 只要改 哪個地方 改幾個地方就OK了 其實主要是在 At the chart 2 後面呢 其實他已經有兩個參數了 這兩個參數實際上指的就是 含有標記的折線圖的一個形態 那我只要跟他講說 我這個圖希望放在哪一個位置 哪個位置 所以逗點 所以錄完之後只有兩行 逗點之後的話 當然後面就是跟他講 放在哪個在水平位置 先跟他講水平位置 你幫我對齊哪一條線 那一條線的話實際上就是哪個儲存格 那個儲存格就是M1好了 M1的點 他的水平的話 請你幫我對齊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呢 就是M1的Lapt 所以你打Lapt就可以了 然後呢 另外呢 再幫我對齊M1的上面這一條線 那上面這一條線就是M1的TOP 其實還蠻好記的 一個Lapt 一個TOP 就是上面這一條線 左邊這一條線 跟上面這一條線 這樣如果你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把它放到哪裡了 放到M1 M1在這裡 有沒有 它就幫你放到這裡 但是呢 現在 它的寬跟它的高 不符合我們一樣 因為寬好像 這個變成 1 2 3 4 5 6 它有快要7欄 可是我不要這麼不夠寬耶 我希望10欄的話 那你逗點 你跟它講多寬 那多寬 我還是一樣用Range A1當成基準好了 這個跟那個Range A1一樣寬 然後但是要10個欄 所以乘以10就可以了 這樣子它就知道 哦 你要10欄寬 有沒有 10欄寬有了 到V啦 你算一下應該10個 那列的話多高呢 它目前是13列 可是13列太高 我就要縮短 大概到10列好了 所以呢 我一樣的敘述 就是跟它講說 列不要那麼高 我希望呢 所以第四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Range A1一樣以Range A1當基準 它的高的話呢 就點Hight H EI 然後10列高的話 乘上10 這樣就OK了 好 那理論上 我們基本上都寫完了 誒 再Run一下看一下 當然這個就的 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把它Run Run一下 看看這個10 10欄寬沒錯 10列高也沒錯 位置也沒錯 好 那表示呢 美元折現圖就OK啦 好 那你說老師 那底下還有 所謂的人民幣折現圖 人民幣折現圖怎麼改 比較OK 那你說要不要Rule呢 其實不用啦 直接拿這個美元來改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貼上一下 把這邊改成叫做 人民幣 OK 那其他都一樣 但是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其實主要應該是寬跟高都一樣 只有位置應該變成M1 變成M11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邊改一下M11 M11有沒有 the lab跟top 那還有呢 sauce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sets source data 來源資料 那他這邊有講說 他在哪一個工作表 不過我跟各位講 如果是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什麼工作表1啊 金探號這個其實可以拿掉 因為這個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不是工作 同一個工作表才需要 如果同一個工作表可以不要 另外的話 將來程式裡面 這個錢的符號也不用 因為本來就已經是絕對位置 你還加錢的符號 所以你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OK 不需要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但問題來了 這個範圍是A1到B31 沒錯 這個因為美元的關係 他們是在隔壁 所以是可以連在一起 但問題這個C的話呢 它不是連在一起 所以變成怎麼樣呢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改成這樣C 如果你改成這樣C的話 你把它執行 看一下結果好了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 變成這樣子 美元跟人民幣都過來 但是它的這個線條有點怪怪的 OK 兩個都過來 不對啊 我不要美元啊 為什麼連美元都 因為你的範圍裡面包含了B 有沒有 A1到C34 那等於就是說呢 你已經包括了B了 那如果你要把B拿掉的話 跟各位講 請你改一下 怎麼改 可能要特別注意 這邊可能要改成 A1到A34 那第二個範圍記得 我逗點一下 自己加一下逗點 然後呢 把這個範圍 一樣複製過來好了 然後把它改成C 也就是第一個範圍是 A1到A34 第二個範圍的話是 C1到C34 如果你有第三個範圍 你再逗點 第三個範圍 再逗點 第三個 記得這個是放在哪裡呢 整個完整四串裡面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 不知道哪邊看到的 他在這個前後又加這個東西 變這樣子 這樣就錯了 OK 如果你是這樣子 我發現 慢慢試試看好了 改成這樣 試一下 看有沒有OK 人民幣 應該最後我是希望他把它畫在這裡 讓一下看看 看到 有了 人民幣出現了 那如果美元跟人民幣 已經有了之後的話 那其他的怎麼 其他還有很多嘛 那我希望他可以逐一的幫我往下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歸納一些 不過你這邊你可以發現 Range這個其實他寫這樣子應該也可以改 改成什麼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跟它一樣的話 應該是要把它分成兩個 不要讓它連在一起 所以不要讓它連在一起的話 應該這邊可以改什麼 A1到A34 B1到B34 這樣來OK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希望再讓它往下一個 下一個應該是哪一個 下一個應該是 歐元 對美元 歐元好了 那歐元折線圖的話 如果假設用推敲的 那你說老師是不是要一直往下 那不是啦 其實我們要推敲 是不是可以有個固定的規則 讓你跑個回圈 它自動幫你把它全部畫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如果歐元 OK好 然後一樣這邊變21 這邊變21 其他不變嘛 然後底下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D1 這邊改成D34 那是不是OK 如果OK的話 那我們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了 有沒有 執行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表示應該有個規則 可以追尋 有了 所以 這樣看起來應該 在下一個應該就有答案了 所以 等於是有哪 應該是說有兩個地方改變就可以 第一個 改變是說 把這個Lab跟Tab的尾巴這個數字 改成什麼呢 它每 第一次就是1 第二次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加10 10的1倍 再來就是加10的2倍 所以要能夠符合像這樣的一個條件的變數 我們要把它產生 就有點像小學的一個 數學運算體 OK 當然方法很多 自己想 反正只要能夠符合這樣一個條件的 都OK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就要寫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 可能是forI等於哪一個到哪一個 然後把這個產生就對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B 下一個變成C 再下一個變成D 一直往下 所以理論上應該 最後應該到多少 到K為止 有沒有 那怎麼樣可以讓它這個地方變動 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第三次是D 第四次是E 一直到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想想看好了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全部折線圖出來 這個其實在這邊也有 你們看一下 剛剛寫的程式 好 試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全部折線圖 喇